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案例公司在介绍它成立于到今天已经50多年的历史了 在全美你会发现能活50岁以上的公司调查不到2%的公司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选择一个长长久久的公司 有很多人这一辈子人生这三年干这个 下三年干这个 再下三年干另外一个断断续续的 它不会有什么大成的 但是好多的人生选对一个行业干一辈子 这就厉害了 第二个 在人生选择中 以终定时 终点的终 以终定时 就这个怎么理解呢 就我们其实在开始创业的时候一定想想 你人生这一辈子到终点你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 再决定创业 其实人生 很多人的人生顺序错了 很多人 比如他学财务的 最后干财务的工作 最后过财务人的生活 学一干一过一生的生活 学车开车最后过开车人的生活 所以学啥干啥过什么样的生活 其实成功人的思维往往是印象思维的 他会想我先不急于干啥 我先问问我自己人生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 先把这个蓝图列出来 那这是我希望干的生活 这是我希望过的日子 那我再选择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干的事 不会再去学 这种是人生真正的正确的顺序 先问问自己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 第三个选择 以权定识 以权定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干啥要想成功 都需要付出努力 汗水才能迈向成功 既然干啥成功都不容易的情况下 为啥不选择一个成功以后 成功以后那个面多一点 过去我根本理解不了 安利的这个企业文化 他为您生活添色彩 我们安利经常讲 我们讲为您生活添色彩 就相当一个钻石 可能有64个面 可以面面发光 那个铁皮可能只有一个点发光 其实有些人在很多行业成功了 他成功可能只有一个点发光 但有些人选择的行业 一旦成功以后 他就是个面 像钻石一样64个面 面面俱到 我希望更全的成功 就有些人成功了 没时间了 没自由了 不健康了 不美丽了 家庭没有照顾好了 个人成长不够 这都是不够全面 三点 以权定时 以酒定时 以中定时 按计创 您的一段时间 请您订阅